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怎么了 不开心啊 跟老编吵了几句 清灵 你没话要跟我说吗 说什么 为什么会挨打 你说这事啊 你全是误会 不过不能怪他们 我自己也有错 你为什么永远都在替别人着想 我没有你说得那么高尚 我那个时候还在想 让我的男朋友帮我出气呢 我 我怎么帮你 你是记者 你可以帮我写片报道啊 不过后来冷静下来一想 我要的是解开误会 不然的话 渊源相报何事了啊 写片报道 如果我帮段天老的女朋友 写片报道脱罪 她应该会领我的情吧 请问客人 您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我 如果你不是客人 那么请你出去 这里不欢迎你 我们总经理是不会见你的 我是来找你的 我想给你写片报道 帮你解释一下打人事件 不相信我 我是真的想帮你 受害者那里 由我出面联系和解 我会说服她 配合你的解释 做出说明 我保证你可以 毫发无损地 从这件事情中脱身 无条件帮我吗 希望我们可以互帮互助 我替你解决打人事件 你帮我说服段天郎总经理 把别墅酒店的广告 交给我们联合财经 你的提议确实让我心动 可是怎么办呢 我们总经理已经发话了 我打人的事他会亲自处理 让我见见总经理 让我见见总经理 我来说服他 就算可以说服他 你要以什么身份来写报道 在哪发表 当然是以我专业记者的身份 在我们杂志上发表了 可是我刚刚听说 你们主编给我们总经理打电话了 他说你快要被开除了 他要我们继续考虑广告合作的事情 我求你帮帮我接受我的采访 我是很想帮你 可是我真的帮不了你 你们主编已经说了 要帮我们解释这件事情 可是我们段总已经拒绝了 所以请你以后不要再来了 难不成你希望保安请你出去吗 进来 进来 清雷姑娘 这里是正太 希望你三四而后行 我知道你是好姑娘 所以 拜托你不要在这儿闹事 好吗 拜托拜托 吴华 你先出去 总经理 我又去医院找过你 他们说你出院了 来得正好 网上这段视频你看过了吗 明天我会以酒店总经理的身份 去你的花圃向你道歉 当然 我会带一些媒体去 希望到时候你能配合一下 你的意思是让我陪你做戏 段天老 你知道道歉最重要的就是诚心吗 我看你是要诚心跟我作对吧 从我们第一次见面开始 你就折腾我 折腾我的次数 不下十回了吧 不是你亲口说 不要再跟我见面了吗 为什么还要阴魂不散地缠着我 是 见见姜妍吧 没看见我的人你们 不要逼我 姜妍说 她心里有鬼 所以不敢来见你 说是有鬼 其实是有愧 你敢说 你跟她不一样吗 你在胡说什么 你要是心里没鬼的话 为什么害怕见她 为什么会怕郁金香 奶奶跟我说过 当你想要逃跑的时候 只有面对 才能摆脱枷锁 那才是真正的自由和幸福 所以 逃避根本不是办法 出去 段天狼 我叫你出去 你去找谁 你去找谁 你去哪里 你平日 你去哪里 你去哪里 我让她 你去哪里 你去哪里 我叫你去哪里 你们先去吧 好 我们走 总经理 明天你真的要去跟清零道歉吗 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好的解决办法 这样会让副总为难的 你有告诉他办法吗 要不然 你怎么还没走 段天朗 我们来做笔交易吧 我没兴趣 视频的事我来出面说明 我也可以配合你 我是不会去见她的 我知道 我不勉强你 那你想跟我做什么交易 我想带你去个地方 跟我来 别跟着 不 不 去哪儿你们 天朗 快过来 无聊 你们好好玩啊 来 来 快点 来都来了 为什么不跟大家一起玩呢 我已经跟你过来了 视频的事 你打算怎么处理 我从小也是在这儿长大的 一直到高中毕业 院长说我来的时候一直在睡觉 还以为我生病了呢 听医生说 我是选择性失忆 选择性失忆 因为失忆了 我的家人全都记不起来 所以我也没有线索能找到他们 如果让我重新悬 我宁愿勇敢地去面对 这样那些记忆 就会留在我的脑子里 说不定 我现在已经和家人团聚在一起了 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 去找到他们吗 只有等了 也许他们可以找到我 或者我恢复记忆了 去找他们 段天郎 如果我永远都恢复不了记忆 我永远都见不到他们 这就是我为逃避所付出的代价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我和你的情况不一样 你并不清楚 我和他之间发生了什么 难道你就真的了解 那天发生什么事了吗 你只知道他伤害了你 可你不知道为什么 你只知道他又出现了 在试图找你 我不想知道 段天郎 如果你这一刻选择当懦夫的话 过往的噩梦就会永远缠绕着你 这些不关你的事 精灵 我和你的交易结束 你就不能勇敢一次吗 一辈子会成为星龟的奴隶 永远逃不开恶梦 清零 即便你不足够 我已经恶往缠山了 你来干吗 这是我最后一次 为了江炎来找你 我不想听 他要走了 再也不回来了 那是他的事 跟我没关系 跟你真的没有关系吗 那你的心病呢 你真要带着他一辈子 你明知道 治疗你心病的人只有江炎 段天郎 不要再折磨自己了 你懂什么 请你承讯 是 我是不懂 我就是不懂 你为什么要让过去 毁了你今后的人生 既然伤疤很痛快吗 不让伤疤愈合的人 是你自己 江炎就在楼下 时间不多 你好好考虑吧 加油 愛吃 哈哈哈 你 咱俩 好 我 你 我 你 我是来说再见的 为什么不抬头看我 没脸见你 你说吧 对不起 当年为了钱 背叛了你 那时候我妈病了 岂需要一笔钱做手术 我当时真的走投无路了 再加上受人蛊惑 就一时鬼迷了心窍 我知道 不管我有什么理由 我都不应该这么做 可当时你为什么 不直接告诉我 你需要钱我可以给你 可那些钱都是你父母的 不是你的 我可以想办法 你知不知道 那件事之后 我遭遇了多少可怕的事 心脏病 爬水 手术还有那些该死的噩梦 和我想症 你喜欢的郁锦香是谎言 他们就像毒水一样 无时无刻地缠绕在我的脖子上 让我窒息 你说为什么 可你当时才十八岁 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说明这一切 天狼 我已经有报应了 我大学没毕业就坐牢 我这一辈子都是个罪犯 还有我妈 我妈也去世了 我已经受到了惩罚 天狼 奶奶就不能放下吗 放下 八年了 你以为我不想吗 谢谢你 在我走之前 能让我见你最后一面 彻底把我忘了 就当从来都没有我这个人 我要回老家了 永远不会出现在你面前 我想过了 走之前我要当面向你道歉 得到你的原谅 我才能 我才能 我才能得到解脱 才能重新开始新的人设 年儿 天狼 年儿 你能原谅我吗 天狼 说 说你当初不是存心要害我 你不是故意要害我 我就原谅你 我不是 我不是故意要害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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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谅我错过的太多 太多 我当时真的是走到无路了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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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当时还那么小 我怎么能这么骗你呢 我错了 我真的不是故意了 你当时还那么小 我怎么能这么骗你呢 我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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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待会了 像眼神奇眼的倔弹 COME 不要 inkingcale 差不多了 我萊销你 不得了 那么相节亮 你roitus 你借助我 不要 不要 不用 Cela 引ra 我贴 Fahr 穿脚的路口 想做还是想要 我只想跟你走 谢谢你 这次真的要说再见了 多保重 我弄过个手吧 你也保重 再见 对了 看见清零 帮我谢谢他 如果没有他 我永远都没有办法走出来 是他帮我卸下了枷锁 你自己跟他说吧 我再也不想跟这里有任何的联系了 我要彻底告别我的过去 就当是帮我最后一次吧 原谅我犯的错 太多太多 泪水已清透迷茫的角落 我要轻声 想跟你说 原谅我 一二三重 你尽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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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你尽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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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来了 我是来找你 不是 这样 有人让我来找你 你吞吞吐吐的 在说什么呢 是姜妍让我来谢谢你 真的吗 真的是太棒了 你终于可以把自己的包袱放下来 我话已经带到了 那 我先走了 姜妍呢 已经走了吗 走了 真遗憾 都没有好好跟她告别 说得好像你跟她有多熟似的 她心里有很多伤 给她任何一点温暖 她的伤都会好得快点 笑什么 跟你说你也不懂 她说多亏了你 才帮她卸下了枷锁 是你 是你帮助了她 真的吗 她真的这么说 我也是 什么 没有听清就算了 我走了 明天你和记者什么时候来啊 我不是说了吗 我说只要你答应我见姜妍 我就帮你出面解决视频的事情 不用了 我们之间的交易取消 这件事情我自己会解决 那你怎么解决啊 不逃避就是解决 各位 下午好 我是正太酒店的总经理段天郎 今天我会就网上 关于正太酒店员工打人的视频 做出说明 首先 我承认这段视频 是真实的而非捏造的 我们正太酒店的工作人员 确实打了人 不管是什么原因 什么理由 酒店的工作人员打人 是禁止的 我们做出了错误的示范 我在这里 仅代表酒店 向社会各界郑重道歉 其实前两天 我并没有打算公开道歉 而是想用一般的公关方法 来解决这件事情 比如 编个谎言 将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但是有个朋友跟我说 逃避 是懦了 而不是办法 我仔细琢磨了这句话 想要保全一个谎言 就要连续不断地说谎 而我们正太酒店 不想成为一个欺骗消费者的酒店 我承认 我们正太有很多缺点 但我们不想隐藏 只有暴露 才能够不断地修正 这跟做人的道理是一样的 我希望社会各界 能给我们正太酒店一次机会 帮助我们成长 我学期 但是有个朋友跟我说 逃避 是懦弱 而不是办法 我仔细琢磨了这句话 想要保全一个谎言 这有连续不断 不对啊 这话怎么那么耳熟呢 在哪儿听过 对啊 这话就是我说的 你 他刚才不是说 有个朋友跟他说的吗 那个朋友就是我 妈呀 朋友 他把我当朋友了 那就说他原谅我了 莉莉太好了 我不用被警察抓走了 你等等你等等 秦琳 你私下又跟段天朗见面了是吧 你小心珊珊知道了跟你着急啊 你是有男朋友的人我跟你说 你能不能多些时间关心丁海啊 丁海他怎么了 我会跟你说啊 常情说了 丁海最近在杂志社的情况 不是很好 我怎么都给忘了这么大意 我带给他 我说过什么 郑太的广告要是回不来 你也就别回来 主编 我真的已经尽力了 是郑太那边单方面想要毁约 这 你要是个没份的鸡蛋 郑太他怎么毁约 你别开除了 给我卷铺盖 走着 谢谢 你也很 Motor 我 你也会给他 你现在回去好好教教他 他应该会往开一面 他肯定还有余地呢 我现在就回去给你打头战 你听到适当的时机就进来 你小心给我记住我 就算是磕头认错 也要把工作求回来 这 老兵啊 关于丁海这件事情 咱们能不能再商量商量 好了 这件事就到此为止 你先出去吧 这件事情没有这么严重 其实郑太那边取消合同 是他们单方面的问题 跟丁海有关系吗 如果真的丁海没有做错的话 他会轻易去道歉 充其量就是个穷袖子 他偏要把自己当公子哥 自己有几斤几两 他也不掂量掂量 可再怎么说 丁海他的形象 也是咱们杂志社的明面吧 形象好 就可以在女人面前 到处骗吃骗喝的 这跟小白脸有什么两样 老兵 谈恋爱可是人家的私生活 这你管得着吗 谈恋爱 别说得那么好听啊 那些有钱女人 还不是跟他玩玩呗 看他那副皮下 还能用到什么时候 丁海 干吗呢 我们八蛋 你一定会后悔他 丁海 儿子 你怎么还在睡觉啊 快起来上班去 不上班了 你疯了 你不上班怎么行呢 快快快 快起来 快起来啊 为什么不行 街上游手好闲的人那么多 为什么我不行 儿子 你是最优秀的 最能干的 你以后是做大事的人 你快起来啊 穿衣服 这杂志社全指望着你呢 快起来快起来 你以为把我想成奥巴马 我就真的会变成美国总统了 别开玩笑了 你儿子充其量 这是个小白蚁 主编巴不得灭了我 怎么 难不成你被开除了 我自己不干了 你脑袋有毛病啊你 你当初考上记者的时候 你是怎么说的啊 你叫我别摆摊 让我在家享清福 你给我享清福 享清福 我的福在哪儿 我的福在哪儿啊 在哪儿 早就叫你别指望我了 人家是董事长总经理的孩子 我是一个摆草饭摊的儿子 起跑线就差了十万八千里 我拼了命也赶不上啊 摆草饭 我摆摊怎么了 我让你丢人了 我告诉你 我就是靠着白草饭摊 在把你养大 才供你上大学 让你受高等教育的 儿子啊 我们家条件是差了点 所以妈让你找个好工作 娶个好老婆 这结婚哪 跟投胎一样重要 骂是说 你不要跟那个清灵 浪费时间了 她配不上你 什么样的女人 才配得上我 我们阿海是最棒的 是世界上最优秀的 只有最好的女人 才配得上你 是不是啊 好了 回上牙吧 阿海 阿姨 丁海最近工作顺利吗 就你这样 还敢说爱阿海 她失业了 你说你是对我们家阿海 一点用处都没有 阿姨 那我今天晚上 去买点菜多做点好吃的 她早就吃你了你做的饭菜了 那 那晚上 我请你和阿海 我们下馆子去 行吗 你别打肿脸充胖子了 我们家阿海 要是找一个像样的女朋友 人家他们家 早就给她安排工作了 看见你就烦 把这收起来 行 奶奶 怎么 有话说呀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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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那个香水储备金 如果 暂时用不到的话 可不可以一心 你要用钱了 不是 不是我 是丁海 想都别想 他是借的会还的奶奶 算了 就当我没问 以后 问都别问 他还能管事吗 我这一肚子的苦水啊 只能说给这死老头子听了 我这宝贝儿子 本来是要进皇宫的 结果 却丢了工作 哪个消息 差不多 Librer 那你 有点 实际上 海 其他的 整理 翻译 東 出来 签儿子 都怪妈没出息 早知道这样 咱不买房子 咱不装修了 你现在说这些有用吗 我自己会想办法 你少喝点酒 还有我告诉你 这段时间少跟那个许奶奶接触 以免再跟她起冲突 难道只有跟清凌结婚这一条路吗 阿姨 对不起 我来晚了 清凌 你来了 快坐下 正是堵车的点 都怪我 如这个时间也不对 开车累不累啊 不累 来 先喝点水 来 喝点水啊 我不渴 阿姨 清凌 今天想吃什么 随便点 阿姨请客 阿姨 我吃什么都行 阿海 你看看 点清凌喜欢吃的 我和清凌啊 说说话 好 清凌啊 阿姨想好了 现在像你这么好的姑娘 一样不多见了 既能干又贤惠 以后啊 一定能当好阿海的贤弟住的 来 喝点水吧 不用阿姨 你继续说 我同意了 你们结婚吧 回去跟奶奶说一声 我们商量一下结婚的事 还愣着干什么 快谢谢妈呀 谢谢 谢谢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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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你啊 终于感动了我妈 只剩下奶奶了 奶奶最近身体不太好 身体不好 怎么了 生病了吗 阿海 反正不急嘛 我想等她身体好一点再告诉她 你忍心让我等 我很期待新婚之夜 我恨不得现在立刻就跟你一起生活 我知道 可是我不能不顾奶奶的感受啊 那我呢 我的感受呢 难道就我一个人一头热吗 阿海 你先别生气 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那么喜欢你 我最在乎的就是你 你看 我还给你买了礼物 这是什么 喜欢吗 你又乱花钱 在你身上怎么是乱花钱呢 我相信 你很快就会找到新的工作 而且是金子到哪儿都会发光 他才配得上你 你才配得上我 尽快跟奶奶说我们的事 好吗 嗯 是长青 好 收拾一下 好的 那 给我 好 真的是他 再拿一个给我 给 谢谢 你怎么会来这里啊 这话应该我问你吧 你为什么会来这儿 先给我下来 来 怎么样 还不错吧 你为什么这么做 不高兴 你给我说清楚了 这么做的理由是什么 殷勤不定的家伙 多可怕 你怕我什么 怕你翻脸比翻书还快 狗咬李洞宾 不是好人心 快说为什么 我呢 听有人说 他担心啊 一辈子找不到家人 我怕这种负面情绪啊 影响到这些祖国的花朵 所以我想把这里搞得温馨一点 就像经营酒店一样 要让客人们觉得 酒店就是他们的家 只有让这里的小朋友 觉得这里是温暖的家 他们才会有一颗温暖的心 我这个理由可以吗 你 你真是这么想的 我真是太感动了 你不愧是我的朋友 谢谢 干什么你 谁是你朋友 你自己说的呀 上次发布会的时候 你当着所有人说的 没想到我的话 对你还挺有影响的 我 你太开心了 我去试试吧 我来啦 我来啦 Fall in your heart